豪华联大地震台积电磁善基金会的房屋修缮 作业迅速有效率 那么455户受理案件目前已经执行90% 那么预计在6月20号会全数来完成 那么其中住在林森路巷弄内的独居林凯老先生 他的老旧破损的房屋 经由台积电磁善基金会的重建 变成了移动全新的舒适房子 并且在12号举行了入措离室 原本老旧破损还会严重漏水的铁皮老屋 地震之后更是危险无法住人 在里长和施工所协助通报之下 成为台积电磁善基金会修缮的受灾户之一 北北的房子白就是已经很久年久失修 然后其实他都有东西反映说会漏水之类 然后因为这次0403地震 然后造成他的房屋存回更严重 那刚好有台积电的介络 还有化妆基金会的协助 让北北得到很大的帮助 非常的感谢 这个房子比以前好太多吗 好很多 好很多 以前的老族哦 是哦 来的来的 现在呢 现在都改善 改善了 新的 新的善 这好善了 经过一个多月重建全新的房子落成 台积电磁善基金会表示 所有房屋修缮预计6月22号要全部完成 受理的修缮户数是455户 那到今天大概已经完成了90% 那我们预计是在6月20会全部完成 这一间算是基本上就是重盖啦 真的哦 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它的 你看到它原本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差 都已经是基本上就是倾倒 那就是一部分是地震啦 一部分它是也是老旧 老旧的房子震一震它就倒了嘛 如果是改会比较久 直接重盖甚至反而比较快一点 因为它其实状况 对 而且因为它的屋况实在是太差了 6月12号上午台积电还特别举办了入错仪式 市长魏家彦先议员魏家贤都到场祝贺 我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台积电 那特别将我们的林凯 我们的林凯书 它的房子那重新的 因为地震的关系重新的重建起来 那再次的要谢谢台积电以及所有的工程航 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县政府前来关心的 许正会县长 那还有各局处的一个所长 在当天都有来做一个协助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同仁 以及我们工发力的一个里长 林轩宇里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工所的一个努力 在将我们林凯书的一个房子 来给它恢复原状 那再次的向我们所有今天 协助它重建房子的单位 再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0403地震之后 台积电非常快速的来协助花莲非常多的一个灾民 让他们房屋能够赶快修缩完成 那特别是这个没有厕所的一个独居长者 它的一个生活环境原本就不是这么好 那碰上地震之后 整个房屋毁损非常严重 那在台积电细心的来整个规划 整个重新的改造之后 这样它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我相信有很多的房屋也都是这样子 那预计大概有9成的房屋 也都持续修缩完成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也谢谢张淑芬董事长 跟所有的营造厂来到花莲做这样的贡献 全新舒适又安全的屋子 改善了独居长辈的生活环境品质 也希望它能够平安健康的过日子 借理会欢事报道